看不懂守夜人的刀器 飞轮 啊 这 这也没打到的吗 啊 这边来观战一把 国际服S2的佣兵 地图号是军工厂监管者 守夜人带了底牌跟 这个什么金伤 然后求生是武女 佣兵心理学家以及机球手 最后号先斩了一波风能 然后往中场中场是一个那一步 心理学家的话是去木屋了 看到了机球手跟佣兵的一个位置 打算追机球手 可以 毕竟是一个金伤嘛 这位置感觉拿到有点难 一板一窗有风窗吗 哦它是没有底牌带的风窗 看错了对不起 监管者带了风窗 军工厂这张地图窗户还是非常多的 带风窗也能理解 机球手不要刻这个守夜人啊 我感觉 它可以打断监管者的一个弱风啊 哇压力给足 这个特效非常好看 机球手这款过剑是那个 深淵商店里面的 需要用那个金苹果兑换 哦传送 我又看错了对不起 原来监管者这把带是底牌根传送 精神的话是冷却40秒 45秒的话是传送 哎呀传送过来还吃个板子 痛苦呀 这位置没有闪现 但是心里全家是三刀解呀 这道吃了跟没吃一样 还是蛮状态 你就说能不能溜满 这位置吃刀直接转点四合院吧 嗯 没有往那边转 车发精神管者冲刺过来吗 还是什么 这位置不好溜了 哎 他怎么没有出刀是怕飞轮吗 防了一波飞轮 但是心里带的是双塔 哎呦 这位置应该是没了 啊 这刀出了要不有点慢了一点点 虽然说击倒了 但是电机器有蛮多的 而且木屋的话 还有一台是心理学家的遗产机啊 场身的话三台都是 差半台的一个节奏 等火用兵救下来之后 只要不倒遗产就行 木屋的话这边是台遗产机 等火用兵救完之后 可以补下遗产的 拦不住佣兵呀有护腕 不能卡太死 卡太死的话会被水远给拉走的 要小心 哎呦打过阵射 哎呦打过阵射 那这样子 还行吧 幸好 幸好前面优势蛮大的 傭兵不敢修这台电机啊 怕倒遗产机 把这台电机给到我们的 补你去补 就强风吸道但是被接住挡了 一个虚雕没打到 心理学家的话在补状态 呃要不新奇态也行 幽军结石可以自摸起来 自摸起来 黑轮 啊 啊 这 这也没打到的吗 啊 啊 为什么 这两波怎么空了 哈哈哈哈 这机球手想偷袭 但是被发现了 一个团送手机 前沿长状态完了怎么回事 啊 这 嗯 我感觉双方都好笑 嗯 嗯 呵呵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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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奇一台吧 新奇一台吧 嗯 嗯 新奇它新奇一台 诶 傭兵到時候可以去救一波 雅滿吧 擊球手也可以去補下木屋的 被通擊了 打算去守大門的電擊 他直接去救吧 心裡的話是帶雙彈 一個板區的博以砸到了 哇這基本功 求生這邊剛救下來可以補下電機 搶電機 能搶開嗎 還在搶 先走了 對於求生者來說還是有優勢的 畢竟已經興起一台 電管者管不住 傳送的話好了 要傳嗎 沒有選擇傳 畢竟兩台電機都差不多了 如果傳過去的話到時候開門站沒有 傳送就沒了 呃能點亮嗎 應該會直接亮吧 那這樣子 五零六起來嗎 又不起來 那傭兵得卡下那個中場就嚇人了 監管者有傳送的五零零座椅子 這邊要不要防一手呢 直接先兇手吧 傳了 一個爆發球的激暈 心理學家的話好像是 一過吧 現在還能再做 還能再過一次 那五女的話去搶門 用兵去卡中場 擊球手又被通緝了 這通緝好多啊 這個位置能看到 能看到有人在開門 傭兵的火過來了 那機手手可以去點一下門 這門開了多少 感覺應該挺多的吧 八十多了 那這樣子 可以出門 那恭喜求生者拿到一個三跑吧